化繁为简 极致优化 大家好 我是小麦 欢迎收看迭代外贸言及社的分享视频 本节我们继续来讲 通过谷歌去搜索客户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通过两大要素 去缩小搜索范围 一个是市场区域 一个是贸易价值链 那么本节我们来讲 如何通过公司性质 去进一步的去 精准的定义 你所搜索的这个客户的一个类型 那我们回到这个Google的搜索界面 我们还是进入这个Google的Advanced Search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这是我们之前啊 我们顺着之前已经设置好的 继续往下走 我们之前我们设置了什么呢 有一个主产品观点 是backpack 是吧 然后有一个这个地址 我们地址里边设置了 地址里边 我们首先是设置了这个在美国 是吧 这个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 在国家里边是美国 然后呢 语言呢 我们要设置为这个英语 是吧 这每一个都是可以交叉选择的 因为你这个比如说 即使在美国网页的话 语言也有可能是西班牙语 因为美国有几千万人 是说西班牙语的 对吧 再往后面呢 这个我们是在网页里边啊 这个text 我们在这个网页里边 文本里边去进行这个搜索 然后在上面呢 我们是产品呢 是产品是backpack 然后呢 这个我们对地址进行了更细一步的啊 除了州 是吧 州是加尼福利亚 然后这个是 Wilmington 是吧 这应该是加州的下面一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区域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限制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买家的类型呢 限制在了这个主要是 制造商啊 这一块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同时不要什么呢 不要出现中国 是吧 中国差异来和差异 这是我们之前已经 我们已经设置好的一些条件啊 其实设置就是通过这个 通过前面这些啊 通过前面这一系列的啊 通过前面 前面这一系列的内容 把它设置出来的 是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往后面去进行这个 进一步的限定啊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收入结果来看一下吧 收入结果呢 这个地方是50400 50400 这个量已经非常小了啊 5万从最开始的 我们记得是14000万张网页 现在已经说到5万了 是吧 但是5万还是有问题 对不对 5万的话 我们说了 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拿到1000 甚至于小于1000的 是吧 这样的这个数字 你才好能够什么呀 把它精准的把它导出来 否则5万的话 谷歌只显示起前面的1000个 那么后面的49000个网页 你依然看不到 对不对 即使你这个搜索 就是你这样搜索 即使能买家都是准确的 那么依然你只能拿到其中 百分之 这百分之多少 那百分之一 百分 百分之多少 呃 百分之二 是吧 百分之二 1000嘛 5万 1000除以5万 百分之二左右 这样的这个结果 其余你都拿不到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去 进一步去限制 那么今天我们从哪呢 从这个 呃 从这个 公司性质 从公司性质 进行这个 进行限制 公司性质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个公司的后缀 公司名 公司名的这个后缀 对不对 那么公司名的后缀 什么意思呢 就是呃 你像我们 注册一个公司的话 那么有的是这个 有限公司 有的是股份子公司 有的是有限 有的是什么责任公司 有的是私人公司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啊 那么关于这个 公司后缀名呢 大家到网络上面 去搜索相关的帖子啊 其实有 我看过很多相关帖子 都在介绍这一块的内容 啊 嗯 我这边呢 主要是做一个什么 帮大家做一个梳理的 做一个梳理的一个工作啊 这个表呢 大家到时候 可以到我的这个博客啊 还是到我的这个博客啊 www.dd ymo.com 到这个上面去 到这个上面去 这个去获取啊 你进入以后呢 去输入你的邮箱 你就能拿到下载地址 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就 我就不一个大家去解释啊 这个里边 你像这个英国的 就是英语啊 英语 像美国英国 这个 这样容易理解的是吧 这个澳大利亚南非 这也都是英语的 像下面这个西班牙语啊 是吧 意大利语啊 这些 我就不去跟大家一解释啊 这都什么意思了 因为这没有必要 大家自己到 到互联网 在百度上一搜索啊 公司后缀名 是吧 公司后缀名很快就能出来 相关这样的 相关这样的文档 呃 那这里我就 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去搜索吧 还是照顾一下 这个新人吧 啊 你登录这个 登录这个百度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你就输入 各国公司后缀 是吧 你看各国公司后缀 这个大权 是吧 你收这个大权 完了以后呢 一般我是在什么 在这个文库里边啊 文库里边 它这个相关材料很全 你看这个 世界各国公司后缀 是吧 你就下了下来 你不下载 你打开看一看也可以嘛 对不对 这有很多啊 这有很多 这个你自己去看吧 其实这里面呢 总结以后 我就是把它梳理完了以后呢 得到一个表 得到这么一个表 这里呢 大家用的时候 你可以用我这个表去用 没关系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把 那个上面文章去了解一下 这样你起码知道 这都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里我们就用 用美国英国来进行演示吧 好吧 那么我们看看 刚才 我们回到谷歌里边 这里呢 已经有 这里是五万个五万个收的结果啊 那么我们 我们可以在这个 backpack这个后面 我们随意的加上一个词啊 加上一个这个 LTD 让我们看看啊 要求这个公司性质是LTD的 实际上也就是有限 有限责任公司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的结果啊 收结果啊 你看这已经是多少 是8280个了 是吧 这已经 已经就是又 又减少了四万 四万多个 是吧 这个说 这个范围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就缩小啊 进一步的缩小 那么我们 我们再换一个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LC 是吧 我们来进行这个 搜索 这个数字呢 是这个一万七啊 这个比刚才LTD呢 要要多一些 是吧 那么这些呢 比如说我们在用集团嘛 用group 来搜索一下 看看 啊 搜索结果呢 是这个三万 是吧 那么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 啊 我们通过这个 我们通过这个 公司的啊 通过这个公司的后缀 啊 通过公司的后缀 对吧 去对这个范围 进行进一步的一个缩小 那么这里我们 搜一下这个 搜一下德国的吧 搜一下德国的 因为虽然这是英语啊 虽然是 虽然是 这是德文的这个后缀 是吧 这是德国这个公司的后缀 但是 它是用英语来表达的话 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有美国的话 也存在一些德国公司嘛 这个很正常的 哦 你看这个数字只有多少 只有七百一了 是吧 七百一的话 那你就完全可以什么 完全可以把它 把它把它导出来了 是吧 把它导出来了 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我要说明一下 我要说明一下 到现在为止的时候呢 我还并没有去啊 并没有 教大家 就是说 或者我并没有去演示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去看 哎 这些买家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我们和我们对口的买家 是吧 以为或者说这个占的比例 有多大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从看看开始到现在要做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把这个搜索结果能够细化到细化到这个一千 细化到一千以内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能够得到一个可以提取出来的一个结果啊 而现在我还没有去没有去在意它的这个准确率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有很多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需要的买家 当然也有我们需要的买家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也明确一点 呃 即使的全部都是你要的买家 数字超过一千 或者大大的超过一千 比如说两万三万 对你来说 这都是都是拿不到的一个结果 是吧 这就像水中 就是像什么叫水中捞月 看起来很好 到最后什么 你其实捞不起来 好 那么到了这一步呢 基本上我们通过前面这几组要素啊 一个区域 一个价值链 一个公司 性质通过这三组要素进行组合 已经就已经就能够实现 把这个搜索结果是吧 精确到啊 或者说拆分到一千 甚至于一千以下 这样的目的计划已经已经实现了 是吧 也就是说 呃 我们通过这三组时 已经解决了 当初我们所就是一开始我讲的 从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搜出了客户 但是拿不出这个搜索的一个结果 是吧 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么从下个视频开始 我们就要讲什么 要讲这个产品产品分类 就通过产品的这个产品观念识啊 去最终最终搜索出 或者说精确定位出和我们这个产品呢 能够相一致的这样的客户群体啊 从后面开始我们就我们来讲这一块 OK 那么关于公司性质这一块的这个搜索 我们就讲这么多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请不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